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市场研究机构You Group的数据显示, 2023年第四季度,全球先进封装市场收入环比增长4%至107亿美元。 2023年全年的先进封装市场营收约为378亿美元。 尽管2023年需求持续疲软且客户库存持续消化, 但有迹象表明,2024年先进封装市场将恢复增长。 You Group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营收将环比下降12.9%至91亿美元。 这将是全年先进封装市场营收最低的季度。 从长期来看,得益于行动装置和消费、电信和基础设施以及汽车行业推动, 以及HPC和生成人工智慧等大趋势的推动。 预计2024年全年先进封装市场营收将同比增长9.5%至414亿美元, 预计到2029年将进一步增长到695亿美元。 2023年至2029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0.7%。 在资本支出、CAPEX方面,到2023年全年先进封装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包括OSAT、IDM和代工厂,总共在资本支出上投资了约99亿美元, 同比下滑了21%。 不过,大多数先进封装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的资本支出较2023年三季度季度有所上升。 而在2024年一季度,全球先进封装领域出现了大量投资。 Silicon Box、绿越光、长电科技、台积电、维生公司和NH-based Semiconductors等行业领导者均发布了引人注目的公告。 其中,许多投资都针对新兴的生成人工智慧领域, 凸显了对增强产能和更复杂的包装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YouGroup预计,2024年全年,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绿越光、安靠和长电科技将在先进封装领域共同投资约11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6.2%。 据外媒NMtech报道,台积电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欧洲技术论坛上表示, 计划未来将特殊制程产能扩大50%,提升半导体供应链弹性。 除标准制程外,台积电还可提供一系列的特殊制程工艺代工服务, 包括MEMS感测器SoC工艺,用于CMOs影像感测器的CIS技术, 嵌入式非易诗性记忆体EMVM,混合射频产品, 类比晶片,高压半导体,BCD功率,IC和超低功耗,ULP器件。 台积电负责国际业务的副总张小强称, 台积电近来重新开始为特殊制程专门建设新晶圆厂, 未来4-5年将把特殊制程产能提升50%, 以扩大整体半导体代工网络的规模。 台积电目前在超低功耗领域最先进的制程是N6E, 作为一个7奈米,变体节点,N6E支援0.4-0.9伏工作电压, 预计年内开始生产,展望未来,台积电还将为5奈米, 家族增添N4E节点,正在考虑低于0.4伏的工作电压。 根据Anatech的报道,在日前的台积电年度技术论坛的欧洲站的路演当中, 台积电向客户展示最新定名为N4E的新型低功耗节点的计划, 该节点之前并未出现在其路线图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台积电将会修改现有晶圆厂空间, 并建造一座名为Greenfield的新晶圆厂, 预计该晶圆厂也将会生产N4E制程。 目前尚不清楚,N4E节点制程可能由哪些客户或应用来使用, 但可能专门用于物联网和其他需要低功耗的消费电子装置。 通常,这些应用都使用成熟节点制程, 因为在这些相对廉价的电子装置上使用先进制程的成本太高。 对此,台积电正在为未来这样的需求做好规划, 因为这项计划可能要到2029年左右才能落实。 台积电负责业务发展和海外营运的副总经理张小强还在会议上强调, 台积电已经开始建造N4E的节能制程产线。 不过,张小强并没有透露产线的具体位置。 他还指出,节能产线的快速部署是台积电第一次基本上跳过了他们认为的漫长审查过程, 并已经开始着手进行。 张小强进一步强调,台积电此举是其为强化全球供应链弹性所做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这种弹性将通过在台湾以外建造晶圆厂, 以及增加其被认为是未来需要的节点制程的产能来完成。 台积电现阶段最先进的N61低功耗节点制程, 使用0.4伏至0.9伏电压的6nm7nm节点制程正有望成为历史。 有消息指出,台积电N4E的电压若一路降至0.4伏会是一个重大突破, 尽管在研讨会上并未提供有关其效能或属性的任何其他详细讯息。 N4E节点制程之外,台积电在2025年推出一种更经济的4nm工艺技术N4C节点, 通过一系列优化措施将生产成本降低8.5%, 提升现有成熟工艺的性价比以满足不同市场和客户需求。 N4C是台积电5nm级家族的最新成员,是对N4P技术的进一步优化。 通过重新设计标准、单元和SRAM单元调整设计规则及减少制造过程中的演磨层数, N4C旨在缩小晶片尺寸、简化生产流程,从而达到成本节省的目的。 此外,他还承诺在保持与N4P相同的晶圆级缺陷密度的同时, 通过减少晶片面积提升量品率, 即在单位晶圆上产出更多无瑕疵的晶片。 台积电业务开发副总裁Kevin Chong强调, N4C将为使用4nm基础的客户提供额外的成本节约途径, 允许他们通过去除部分制造步骤和改进原有IP设计来减少总体拥有成本。 N4C向用N4P的设计基础设施, 尽管目前对于是否能直接复用N5或N4P的IP还有待明确, 但台积电表示会为客户提供灵活的选择, 以平衡成本效益与设计投入。 此新工艺的引入正值台积电客户正转向使用其最先进的300米技术之际, 特别是考虑到300米系列中N3P的成本问题和效能, 密度提升的相对有限。 N4C凭借其成本效益和成熟的FinFET架构, 预期将成为一个长寿命周期且受欢迎的节点, 尤其吸引那些寻求控制成本并维持技术稳定性的客户。 预计,N4C将在明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批量生产。 鉴于台积电在5奈米制程上的丰富经验和高粮率, N4C有望在启动之初就展现出良好的生产效率和品质表现, 进一步巩固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之外, 也意味着台积电在2奈米正式推出之前, 从效能、价格、粮率、能效等方面, 让竞争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